空中間是厚重的點 這裡是先點一次然後再刻兩次 不過我倒覺得他修了一次的時候是想做裝飾性的筆法 但實際上刻是這裡一次刻兩次 我是硬把它解釋成這樣子 未必對 好 空 在上面降低一點 這裡稍微重一點 開始有點重量 拉得比較直 這又開始做滑動 拉下來 免得他斜上去 有的話 裝飾一下 然後這個筆畫斜斜斜斜慢慢加出 又變尖 這裡是扭轉 哇這裡看起來很靈活 這裡又收硬下來往右下夾 繞一下再彈上去 然後這兩個橫畫 你可以發現一個是方硬的 一個是細到粗的 這個織的點是刻兩次的 在原始上刻兩次的 這織的真的是我看過最奇怪 楚水養常常修這個織 這織幾乎沒什麼差別 為什麼要修 不知道為什麼 論 論的話第一個 它有時候那個點還真的是蠻大 真的不要忽略那個第一個點 第一個點 照樣看 經常都還蠻大的 這樣可以讓那個字有點精神 點又不大又不 不夠厚實 然後 筆畫又夠細 這個字真的是 不容易有精神 所以不要把它一直想 往瘦的方面想 你要 往那個 粗細有差距的方面去想 往上翹 然後這是包起來的 再稍微做過來一下 這邊逆一下 彈上去 拉下來 折過來 輕輕的勾上去 然後論的話 以前的論跟現在論不太一樣 現在論是這裡 以前的論都會穿出去 不要覺得奇怪 都穿出去的 貨 貨成一個三角形 上面這個很短 這很短 然後開始往外張開 越來越寬 開始往外張開 越來越寬 然後貨 上面七筆以後 它也是細瘦 然後這裡 這裡是真的是斷掉 在杯上面 這裡真的被切斷 然後圓徑的滑下來 這點的話稍微飄到外面一點點 錫 磕這樣子 可能有磕過兩次了 然後當時踏長這樣 感覺應該磕過兩次 好像不是故意去扭動那個樣子 踏片出來是有點扭動 但我覺得它應該沒有故意扭動那一塊 那一塊是崩壞掉的 所以應該不需要寫的像 崩壞掉的樣子 然後越來 好 這慢慢一直寫出來 然後滑過去以後 折一下 變瘦勁 然後終於變橫畫 這比較粗一點的橫畫 然後橫畫又繞過來 然後斜上去 折 加一點粗細 這都寫得很小心粗到細 然後這細到粗 沒有連住 錫 酥 酥的話 這個 哇好圓勁的 撇 這裡有一坨 垂路造成的 點 稍微飽滿一點 然後又來個細瘦的 短片 然後一個比較長 比較翹 的納 然後口呢 口 滑上去 方折下來 然後橫畫拉得很開 這裡 收得好尖 然後這裡又沒有黏住 酥 另外一瞬的 絶外 死 離疊 喔 本